台灣海軍在2022年批准了 康定級巡防艦進行戰鬥系統性能提升案 如算是新台幣431億5,990萬 進行六艘康定級艦載戰鬥系統性能提升 換裝雷達、飛彈發射系統及配置防空及反艦飛彈等 令康定級終於擺脫了薄弱的防空能力 戰力大幅提升 整個康定級的升級方案 預計是以九年的時間分批完成 直至2030年 以這個經費來說 根本不可能為六艘康定級巡防艦都配備法國系統及發製紫軟15防空飛彈 所以現在計劃是由法國廠商升級發製系統 而裝備台製的華洋垂直發射系統及海檢2防空飛彈 第一艘測試艦將以三年的時間評估系統換裝之後是否符合海軍作戰需求 而且驗證法國作戰系統指揮台灣飛彈可不可行 在跨國系統整合上是否順暢 再進行之後五艘艦的戰鬥系統性能提升 第一手組是由西零號作為性能升級原型艦 預計在2023年進行招標 而且進行艦體的換裝工程 全案規劃由2022年到2030年一共九年執行 規劃是用三個階段方式去執行 第一階段是在2022年法國技術團隊來台灣 和中科院的信聯專案人員就系統整合測試 艦體堪查及藍圖繪制這些作業 而且完成加改裝工程評估 在評估可行之後才再進入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是由2023至2024年執行第一手艦手改裝結構工程 以及各項戰鬥系統和雷達的安裝整合 這個階段開始進行海劍以防空系統的海上作戰評測 在2025年進行全艦的作戰測評 包括海劍以防空系統的最終作戰測評 測評結果如果是符合作戰需求的話 就會再進入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就是規劃自2026年至2030年 以每年一手的方式 分連執行之後 移到六艘艦艇的性能提升和測試驗證 升級之後的康定級將會配置32枚海劍2防空飛彈 它的射程達到30公里 可以做最低限度的區域防空 而且康定級的雷達這些精手系統都會升級 加上康定級本身具備匿蹤的外形 升級之後的戰力非常可觀 可以與新式的戰艦相比 面對大陸越來越強大的海空力量 台灣海軍現在的主力艦艇 如果在戰時在台灣周邊的海域部署 根本就很難避得過大陸海空軍的精手 也不可能抵擋大陸海空軍的飽和攻擊 就算台灣現在擁有四艘提康德羅加級神盾巡洋艦 甚至四艘星座級巡洋艦 都不可能可以持續抵擋解放軍的飽和攻擊 所以以現在的形勢來看 大型艦艦艇就不適合台灣 如果台灣要採用不對稱作戰戰略 海軍方面的艦艇就會小型化 這樣排水量3200噸 戰力提升之後的康定級 可能就足以成為一線艦艇 成為艦隊的重心 很感謝大家看完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 記得按LIKE 分享給朋友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已經開設了Youtube頻道會員功能 和Patreon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